四位主持人 你好 親愛的四位主持 幾位 我現在好煩 幫幫幫我 愛上好姐妹的未婚夫 一發不可收拾 前晚老爸有情緒勒索我 那一刻我真的受不了 在她面前爆哭了 沒想過我會在中學校有Party 疼了那個十年沒見的舊同學 我這個月喝酒 喝到我都有點擔心自己 真心瘋了 我到現在做那份工作 覺得很厭煩 看不到前路 我不知道我的生活 應該怎樣下去 好灰 現在我37歲 周不時都要說服自己 我單身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我可以怎樣做 你們說怎樣開始好了 你覺得我不用擔心嗎 幫我 請你們教我怎樣面對她 好苦惱 救下我 他們寄信來的時候 其實心裡都有個答案 我們四人的回信 當時人是平平適合聽 但四人 facilities不一樣的解答 我想總有一個可以幫我們嘗試 李家豪 麥志華 蘇根哲 朱福強 每週慰勞 慰勞不取暖 請到 wailoo.com 收聽Podcast YouTube 深談節目 慰勞不取暖解憂四人台 慰勞不取暖解憂四人台 咦?你的信啊 收信吧 今天是星期三 蘇根哲的回信箱 請聽蘇根哲寫給你的信 請聽蘇根哲寫給你的信箱 請聽蘇根哲寫給你 請問 大家好 從來都沒見過女性或鼻子那樣的 或者因為一般來說 女性比男性是注重自我形象 孫婦人就不顧形象 而且還將鼻子好不外生、照外物 結果 導致你煮一杯鼻子咖啡給他喝 不過如果他喝到不知不覺 其實你就沒什麼作用了 有一位是律家叫做Norning 他寫過一本書 專門說鼻子的歷史 他就不是說好像我現在那麼不明雅 就叫做鼻子 而是他創造了一個名稱叫做鼻寶 就是說那些或鼻子的人 就經常都在這裏淘寶 或者說在這裏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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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寫到歷史上 這個淘寶是有幾次開始的了 他覺得是有古代的埃及時候開始的 但是我就覺得 其實 有人類的一天 應該就有人說鼻子的了 就是說 會早過埃及很多的 只是你看不到其他的動物在那裏淘寶 譬如大笨鳥 或者牠都想淘寶 但是牠沒有辦法 人類呢 就是有這個可能 作為一種生活的樂趣 就是如果以羅倫這樣說 作為一個生活的樂趣 就是這個 或鼻子是解不掉的 一天有人 就會一天有或鼻子的了 甚至他講到在英國 也都曾經由皇帝 是樂命令禁止惡秘詩 而惡秘詩的人 曾經為利用的 不惜起革命的 就是以生命相搏 如果你看過這本書的話 你就會知道 禁止惡秘詩 幾乎是不人道的 不過就是這樣 我們都知道 其實不應該是公開的 不要被人看到 更加不要把被捕 到處去擺 到處去擺 看來 你要改變專夫人 這一種習慣 其實是不可能 也都 不是很有必要 有些人 想看了 我已經看了這個問題 一種 所以 也都不是說 要為了應重 就不要被他擺 而是為了 為了為了 為了為了 外長的問題 遇到這問題 不是你 家庭上的問題 而是有人刻來 看到餐桌上、茶几上 甚至梭花上都是被捕 實在是很大殺風景 而且令人看不起這個家庭 我都覺得要這裡回 栽子不要亂處理被捕 最好是提供一個玻璃瓶給他摘在一起 然後到某個時候 就好像日本人 將寫完的毛筆 拿個瓶進去 去拜祭一番人 他就可以去拜祭自己的鼻子 或者這個也是一個好的處理方式 就是不要拿來扔 拿來物 儲起它 放在一個瓶裡 某一個時節 拿出來做一個紀念 掌勞 掌勞 你也不可 你差勞 所以,這個interview 彈就 找到某些放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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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